每日神话 在生命装备上 你得注重吃喝神话 得能谈出对神的认识 对人生的看法 尤其对神末世做工的认识 你既追求生命 你就得装备这些 你吃喝神的话 得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形 就是在实际经历中 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 发现之后能找着实行的路 能背叛自己不对的存心观念 你总在这方面下功夫 你的心总是倾注在这些事上 你就有路可行 也不感觉虚空 这样你就能保持正常的情形 这才是对个人生命 有负担的人 才是有信的人 为什么有的人看了神的话实行不出来呢 还不都是抓不住关键的东西吗 还不都是对生命糊弄的人吗 抓不住关键的东西 一点实行的路都没有 就是因为他读神话 结合不上自己的情形 掌握不了自己的情形 有些人说 我读神话也结合自己的情形了 我也认识自己败坏素质差 但就是不能满足神的心意 你这是只看见点外皮 对于该怎么放下肉体享受 该怎么放下自视 该怎么变化自己 这些该怎么进入 该怎么提高你的素质 在哪方面开始入手 这些属于实际的东西你不知道 你只抓一些外皮的东西 只认识自己确实很败坏 见到弟兄姊妹就谈你的败坏 好像是认识自己了 又好像是对生命很有负担 其实你的败坏性情没有变化 这就证明你没找着实行的路 若你是带教会的 你得能抓住会点弟兄姊妹的情形 如果你只说 你们这些人就是背逆 就是落后 这行不行 到底哪方面背逆 哪方面落后 你得把具体表现说出来 就是人的背逆情形 背逆行为 撒旦性情 你得说出来 让人心服口服 你能讲事实 举例子说明问题 而且还能说出 究竟如何脱离 这些背逆行为 把实行的路指出来 这才有说服力 这样的人才能带领人 才是有真理实际的人 相信民主要是有真理性的路 如果您有真理性的话 也能带领人 如果您有真理性的话 请在这边 您有真理性的路